无视什么什么 把一个瞎掉的眼睛转向什么 就是无视嘛 虽然我不能够去无视那些大量存在的popular movies songs and tv shoes 大量存在怎么说 copies 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无视那些大量存在的流行的电影 歌还有电视节目 那么这样一些节目的话 可能都emphasize the market over grace and elusiveness 他们emphasize a over b 大家把这个语言记下来叫做强调a而不是b 那么他们都可能强调市场 而不是强调一种高雅 grace and elusiveness 叫做不好懂 他们可能都不会去强调 他们可能都不会去强调这个高雅 而会去强调市场 虽然我不能够去忽视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 但是呢 I'm hesitant to hastily generalize all kinds of words in the same way 说的就是be hesitant to do something 但是呢 我却是非常犹豫的去做一件事情的 be hesitant to do something 好 犹豫做模式 当于be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好 hastily generalize 这个等于接下来叫做过于匆忙的概括 但是我却不能够把所有艺术作品都过于匆忙的去概括成这么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虽然有大量的作品都在追求市场而不追求高雅和那种不好懂 但是的话我却说并不是所有艺术都是这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pandering to the public 叫做屈服于 屈服于这个市场呢 可能就会gain handsome profits for a while 大家把这个读音记下来 gain handsome profit 叫做获得非常好看的利润 获得巨额利润的意思 好 那么你屈服于市场可能就会在一定时间段内去获得一个非常好看的利润 但是呢 最终的这么一个艺术作品可能will soon lose its value 可能就会失去它的价值 因为什么呢 因为the absence of something of enduring attraction 叫做持续的吸引力的缺失 好 那么就是说 虽然你迎合市场的话可能会一时得利 但是的话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持续的吸引力 所以的话可能就会失去一个价值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要学两个表达 一个叫the absence of something 什么什么的缺失 好 那么第二个表达 enduring attraction 叫做持续的吸引力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的一个看法了 我就觉得不应该去迎合于市场 要不然的话 你还是会在这个长远来看 你还是会失去价值的 好 那么接下来first surprising examples 这个东西我们见到过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Let us turn to 叫做让我们去看一看那个例子吧 好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么一些有名的艺术品 一些大众的艺术品 album 一个什么唱片集 那么它是有着一个花里胡哨的外表的 flamboyant cover 有一个花里胡哨的一个封面 或者一个电影 lavishly 叫做大量的丰富的 decorated ways 叫做装饰者 被装饰者 它被大量的先进的视觉技术所装饰者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两个例子 好 接下来我说 have they gained an enviable popularity in the public 他们有得到令人艳羡的人气吗 在这个大众里面 令人艳羡的人气 怎么说 enviable popularity 他们有吗 possibly 他们可能有 好 那么 has their adulatory catering to the public taste earned them abiding merits hardly 这句话什么意思 而他们对于这么一个大众审美的 产媚性的迎合 catering to 就是pander to的一个同义词 adulatory叫做产媚性的 但是他们的一个产媚性的迎合的话 却为他们赢得了一个持久的价值吗 abiding叫做持久的 相当于前面的enduring marry叫做价值的意思 hardly叫做几乎没有 就是没有为他们赢得 好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样一个短 这样一个句式接下来 你先问一个句子 然后回答一下 然后再问一个句子 再回答一下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形成了一种排比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回答 都是两个 两个词语 possibly hardly 这个词语就和这个句子 形成了一种长短的一种对照 相应程序的感觉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会让我们的文章读起来 而且就会觉得 特别懒懒伤口 这样一种感觉 当然了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高阶的 一个语言的运用 大家能够掌握就掌握 掌握不好的话 就可以暂时先别用它 好 那么结束的就是 你来看那些电影 那些那些什么CD 那些唱片 他们有得到一些人气吗 倒是有 但是呢 他们就是迎合这个大众市场 能够他给他们带来一些持久的价值吗 不行 就这个意思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 the very fact 好 那么the very 我刚才我们说了 是一个表示强调的词语 我们说这样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that后面出现了一个同位 从前来后面进行事实的内容 好 说的就是 这样一些音乐和电影公司的 这样一些 这样一些人 他们就conjure up 叫做创造出 把这个段位接下来创造出 好 他们就必须要创造出 各式各样的新产品 一个接着一个 好 那么就其实是 就ironically reviews that 好 他们这个的话就可能是 具有讽刺意味的 就反而揭露出这些 这些生产人 他们的一种 意识 awareness 意识到什么呢 意识到他们作品 转瞬即逝的价值 好 那么 以及他们会害怕 tribudition of something 害怕什么呢 害怕失去这个市场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一个 转瞬即逝的价值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 转瞬即逝这个地方 我用了两个词 invenisant and fleeting 他们这两个的话 都是我们的 其二级位的词语 确实转瞬即逝的 这个词语的话 你看我的中文 就是接二级位的 我要表达它的意思的话 自然会使用到 英文的接二级位的词语 那么如果大家来写的话 可能写的是快 fast value 什么叫快的价值呢 不知道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 最后一句话 其实就是说 这些你看这个 好莱坞电影也好 什么什么 CD唱片也好 一个接一个的出来 这不恰好就说明了 这样一些 这样一个好莱坞电影的 制作者 这些人 他们就知道这个电影是不能持久的 为什么不能持久 就是因为其实他们太接地气 所以的话 他们也就没有一个长久的价值 所以他们才会不断的去创造 那么一个一些电影 新的电影 就这个意思呗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一段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中间段的最后一段 好 格尔尼卡就这一篇 好 我们已经到时间了 我们稍微拖一拖 好 来 大家来看一看这一段 这段的话的话 确实比较难 好 大家来读一读 40秒的时间 这段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看 对 好 好 感谢观看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那同学 这个对策的话 真的是还挺挺牛的 先背下来 反正最后的话 考试考试上面的话 也不可能把它背的一字不畅 对吧 也不会被办 也不会被办抄袭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说我说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他说 价值的拥有 那不一定要求 艺术作品好懂 好那么这句话的话 大家想想 如果让你来写的话 你会怎么写呢 我说一个作品要好懂的话 他不一定需要他 如果一个作品要有价值 他不一定需要他好懂 大家可能会有两个句子 但是我用了一个句子 我说的是价值的拥有 不一定要求艺术作品的好懂 好 那么接下来 In fact 事实上 一个艺术作品的价值呢 就主要是体现在 他这个艺术家的一个 技术的掌握 以及对他个人内心世界的 一个在线上面 好那么这个地方 学一个短语叫做 Be Embodied in 展现在什么什么里面 好 那么接下来 说的就是 这样一个艺术作品的价值的话 其实主要是体现在 这个艺术家的一个技术上 以及对他个人世界的展现上面 好那么接下来 这样一种艺术的话 可能 通常呢 就是Be Exclusive Remain Exclusive to the Artist 这个短语我们刚才刚刚学过 可能就只是为艺术家本人 所特有的 也就是这个艺术可能太难了 就艺术家本人懂 我们我们这些门外汉就不太懂了 为什么呢 Due to its opaqueness for normal people to understand 因为他的opaqueness opaqueness的话也算是个第二级位的词语 比较是好 比较是难懂的 因为他特别难懂 对于普通人来说 而另外一方面的 Likewise 这个艺术家的一个个人的经历 unique personal experience 可能又 Alienate him or her from those 大家记得这么一个短语 Alienate somebody from somebody 叫做把某人从另外一群人当中区分开来 把某人从另外一群人当中隔离开来 好 那么这么一个艺术家 他的个人的经历的话 可能又会把他自己 从那样一些人当中隔离开来 哪些人呢 就是那些没有着相似故事的人 好 那么这句话的话 其实说的就是 艺术家的话 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不好懂 就是因为一方面 他们的知 他们的那个技术很难懂 另外一方面的话 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些独特的个人经历 就会导致艺术作品不好懂 因此的话 这个作品就不总是好懂 但是呢 Under no circumstance does 那么这个用到了一个导装 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这样一种复杂性 都不会去hinder hinder something from doing something hinder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叫做阻止某人做某事 这个地方的话 叫做阻止艺术作品 得到他的内在价值 好 那么这句话的话 意思就是说 虽然这个艺术作品 其实不好懂 但是这并不阻碍 他得到他的艺术价值 那么其实说的就是 虽然艺术作品不好懂 但是他还是有价值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到此为止 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是进行了一些 道理上的论证 我就说 其实艺术作品不需要好懂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开始举例了 Picasso's Gernica 好 那么Picasso的Gernica 他就是在众多的 可能的例子里面的话 就充分的支撑了 我的观点 大家把这个段语 记下来 sufficiently support 充分的支撑了 我的观点 好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 prestigious for 叫做 因为什么什么 而出名 好 因为他adapt expression 叫做熟练的表达 大家把这个段语 记下来 adapt expression 熟练的表达 好 因为他对于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熟练的表达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对应的是啥呢 对应的就是其实我的第二行的skill 就是他们的对于这个技术的一个掌握嘛 好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熟练的表达 以及as very as it's vivid portrayal of 好 大家把这个段语记下来 vivid portrayal of 好 那么叫做生动的描绘 好 那么对于什么的生动的描绘呢 对于这样一个艺术家 他的mental agony mental agony叫做内心上的痛苦 and fury fury叫做愤怒 对于谁呢 对于法西斯的一种tremple tremple的意思呢 叫做践踏 tremple on 对于什么什么的践踏 对于innocent people的践踏 对于这个无辜人民的践踏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里说毕加索又难过又痛苦又生气 其实对应的是啥呀 对应的就是上面的那个inner world 对吧 就是这里的内心世界嘛 好 那么你看 所有我的例子的话 紧紧的贴合了我上面的事理部分 好 那么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 所以干嘛呀 好 格尔尼卡就达到了世界范围年的名气 大家把这个段语记下来 好 叫做achieved world by the fame 大家来写的话 可能就会说 一是什么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对吧 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年的特别有名 好 那么你就不如直接用一个achieved world by the fame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however 但是呢 这样一部艺术作品 它的一种表达的不好懂 obstruceness 你看我不好懂又换词了 之前我用的是opaqueness 你看这个地方 我用的是opaqueness 这个地方我换了个词叫做obstruceness obstruceness 叫做不好懂 但是 然而呢 这种艺术作品呢 表达的不好懂 preclude common appreciation preclude的什么意思 叫做预防阻止的意思 阻止了大众的审美 什么叫阻止大众审美啊 就是公众就理解不了嘛 就这个意思 like similarly similarly什么意思 像类似的 如果人们 people with no experience of fascism 如果是没有法西斯的这么一个经历的人呢 他也就fail to 大家把这个短语记下来 fail to do something 叫做不能做某事 好 无法做某事 他也就没有办法 sympathize with 叫做和什么什么产生共鸣 他也就没有办法和这个艺术家产生共鸣 好 那么这两句话 大家看一下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上面的事理部分的两句话 好 那我用蓝字部分来给大家勾一勾啊 好 大家看一下我事理部分这句 我说这样一种技术通常是很难懂的啊 对人啊 普通人来说很难懂 好 另外呢 啊 这个画家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些经历 他也会让那些没有这个经历的人都不明白 好 那么这两句话其实就是对应的我这里的however这两句话 说的就是 你看这个艺术作品表达上的 呃 难懂 阻止了大众审美 就是让朋友们懂不了呗 另外的话 如果人们没有精力 也就没有办法去和艺术家产生共鸣 好 所以你看下我这个例子啊 完全就是和上面的那个事理部分一一贴合的啊 一一对应在一起的 好 neverless 好 但是却没有什么人去否认啊 格尔尼去批评格尔尼卡的这么一个 arkene arkene又是一个表示难懂的这么一个词语啊 没有人去否认他的这么一个难懂的表达 以及难懂的这么一个主题 but rather 啊 而在另外一方面 然后去applaud it 去欢迎他啊 把它作为一个啊 非常具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那meritorious叫做具有艺术价值的啊 masterpiece叫做艺术作品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一段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整个啊 在我看来我们黑皮书里面所有文章里面最难的一个段落 好 那么他的风格的话 也应该是一个 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的verbal风格了吧 啊 应该有点像我们的这个 JRE的这个填空或者说阅读的风格了 好 啊 但是的话 其实我想借这段话给大家讲什么呢 这段话 其实我们希望给大家讲一下中间段的写法 好 中间段的写法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包括两个部分 啊 一个是包括道理部分 啊 就是你要对你的主题去进行道理论证 一个方面呢 你要进行例子论证 你要举一个例子 好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 这个道理和例子呢 一定要有一个内在关系 就是他们两个之 他们两个的话一定要统一在一起 啊 这种统一在一起的话 其实就是一一照应 啊 其实啊 大家接下来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啊 大家接下来的话 再把这样一段话好好读一读 你可以发现其中的词语的话 真的是 真的可以做到很多词语都在一一照应 啊 比如说单身这个什么 不好懂这个词语 我就改了很多次 啊 什么abstruousness opaqueness 啊 什么这样一些词 还什么arching啊 这么一些词啊 啊 都是在一一照应的 好 那么这样一种一一照应 就是我们中间段的这么一种写法 好 另外的话 我还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中间段啊 那么另外我想跟大家说中间段这个例子啊 例子的使用是什么呢 啊 一个是亚俗共赏 好 那么刚才的话 我举到了什么好莱坞 还有什么例子 电影的例子 还有什么什么街头巷尾的那些歌曲啊 那个朗朗上的歌曲 那个的话 应该算是比较俗的例子啊 那么刚才那个格尔尼卡的话 应该算是比较雅的例子 好 但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话 这个例子其实无非雅速真假 都是行的 都是可以的啊 那么甚至我们会 我们上节课的话 上次那个写作团 我们给大家说 这个例子还可以是你编的啊 好 那么什么样的例子 才是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呢 啊 其实就是当你的例子 一句一句的像这样一道题一样 去贴合你的视力部分 啊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算是有啊 就是有说服力的例子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希望大家注意到的啊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讲了 中间段的写法是怎么样 啊 有道理的解释 也有视力的解释 那也有一个例子的说明 好 但这个例子的话 就一定要注意 要贴合你的上面的道理 好 那么然后的话 我们来给大家啊 一个小娱乐吧 这个娱乐的话 就是大家扫一眼就行了 嗯 好 我希望大家把节个评啊 我们把这样一道题的话 刚才那个空啊 刚才那个啊 那个段落 挖成了一个九空题 啊 那么其实这就是我们GRE写作和GRE填空的一个联系了 好 那么你可以截个图 啊 那么 这个图的话 就大家自己接下来回去做一做吧 啊 那么这个答案你肯定都知道了 因为刚才我们那个段落都出来了嘛 更加重要的是 大家可以去连一连方程等号啊 什么强词啊 你看你找得到找不到 啊 好 我们先把这个结个图啊 然后再来翻回去 嗯 好 这个结一张图啊 然后的话 这个再结一张图啊 这个是第四到第六个孔 啊 这个是第四到自己可以翻啊 啊 那就行了 那就大家自己翻吧 啊 好 好 然后大家再看这个啊 那就最后三个孔 好 这个的话就留给大家自己下来去做吧 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啊 好 就是这个是我们范儿范儿的一个知识清单啊 一个是中间段的写法啊 我给大家讲了 一个是例证的使用 然后的话 明天大家看了一下GRE写作和GRE填空啊 那么其实大家接下来 自己去做这个GRE填空的时候的话 我希望注意点啊 我们希望大家去找到一些共性 这个共性的话 不希望大家只是停留在 哇 你看单词 这里面单词的话都是GRE级别的单词啊 所以的话GRE填空和GRE填空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 不是 而是希望大家看到 真正写的好的GRE填空的话 其实可以被当作GRE填空来做的啊 那么GRE填空其实不需要大家去用到GRE词汇了 但是它又可以被当作GRE填空来做 就是因为它的逻辑层面 需要的强词和翻译等号 都和我们的填空里面的强词翻译等号是一致的啊 你都可以通过什么东西来取 同什么东西来取翻 一定找到对应的 如果你找不到对应的话 就说明你的逻辑本身也不行啊 啊 好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啊 这个啊 就是这篇文章里面的话 有50个表达啊 就比较多了 好 上一篇文章的话有将近30个 那么也就是说通过两篇文章 我们就学到了80个表达啊 呃 是不是也有一点兴奋呢 啊 那么这80个表达的话 大家想想 如果让你自己去做积累的话 啊 你每一篇经济学人 学一两个表达 要看多少篇才行 啊 好 所以的话我就直接 我就把那些东西读完了 读完的话 我来写两篇GRE作文 啊 这样的话 大家既掌握了GRE写作的一些套路 同学都还积累了一些表达 一举两得嘛 好 大家把这个打卡任务给它 标下来啊 好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就说今天有三个作业 啊 一个是上面一篇文章的 这么一个经典表达的打卡任务 一个是这篇文章的经典语言表达的打卡任务 啊 加起来的话 一更是80个表达 好 大家把这80个表达的话 你把那个英文全部写在那一张纸上 啊 就行了 好 如果你想去写中文的话也行 啊 中文和英文都写 好 另外一个任务的话 就是去写一个地方看法段 啊 那么这三个打卡任务的话 大家一起发到那个微博上面 然后at我和三千就行了 啊 好 那么这个的金啊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的一个所有内容了 好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 opaqueness 这个for people understand 你可以把理解为是一个借词 啊 短语作为后制定语修是opaqueness 叫做对于普通人来讲比较好 比较难理解的 这么一个复杂性啊 都电子版的可以啊 那可能我就 呃 电子版的什么意思 大家说拍照是吗 啊 拍照的话可以啊 但是可能我就没有办法把你的那个 周期段给你复制下来了 好 好 例子积累的话 其实 嗯 例子积累的话 大家去积累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就行了 比如说分成艺术类 科技类啊 每个领域的话 积累一个例子也就够了 啊 什么上个上个班的话 我们讲的罗斯福的例子啊 这个班的话我们没有讲 好 黑笔书的例子都是可以用的啊 都可以用 啊 字数我们给大家推荐500字以上啊 对于G2E来说是这样的 黑笔书 直接把每一种instruction啊 挑一篇文章来看 这样的话 黑笔书40篇文章 你需要看10篇就行了 剩下30篇什么时候看呢 啊 如果你在拿到offer之后 还想提升自己的语言 那个时候再来看 argument也是一样的500字啊 明天我们的两篇范文就是argument 啊 托付写作课 我们现在还没有啊 线下写作课有啊 啊 我就 我就主要是教线下的 线上的作文课的话 通常是严老师来教啊 啊 我们就说看10篇 看每种instruction 看影片就行了 啊 当然会被认为抄袭啊 就别照抄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 稍微拖了15分钟啊 好 我们就先这样吧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啊 4点啊 那个3点到5点再见啊 哦 对 我刚才说了一个 那个打卡的结束时间啊 打卡的结束时间的话 就在在明天中午之前吧 嗯 在明天中午之前 因为我还要整理一下 什么课件啊 什么之类的 明天下午我们是3点上课吧 嗯 好 好 那我就先下了啊 大家再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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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